日理车站站体建筑强调绿建筑设计 不过东西向而且挑高镂空的建筑空间 东西赛日照 使得车站是冬季酷寒夏季闷热 政工所及代表会透过立委夫婚企服务处 会同台铁进行的现场会刊讨论交换意见 台铁视察许东成表示说 将设置大型的冷气设备 希望可以降低室内温度 提供乘客舒适凉爽的后车环境 日理车站为华同送骨中段最重要的交通枢纽 然而诺纳的站体空间却仅有厕所空间设置冷气 乘客民众都觉得怪异 台铁特别诚情说明 我有空调因为厕所本身通风不凉 所以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我们才要求他要装冷气 是为了说他很潮湿 不是因为闷热的问题 令乘客民众所诟病的还不止这一桩 南北向的建筑东西向挑高镂空 且开放式的车站后车空间 整个环境是冬季酷寒 夏季闷热 乘客民众感到水深火热 抱怨连连 没有冷气太热了啦 坐不住对啊 所以说还是最好是有冷气最好 我们祝成功 会啊会会希望啊 哎呀 进化民众诚情反映的证公所与证代会 今天透过了立委不昆其服务处 会同台铁进行现场会刊协调 讨论交换意见 好啊这边又做西朝东 早上太阳就进来下午 就是整全天后的太阳都会照射到 所以说一些年纪大的啊 都受不了了 在后车室啊 因为毕竟后车室的温度太高了 去年就容易就有在争取 经过线刊讨论交换意见 台铁视察徐东城也做出正面回应 那现在证明也在反映说 我们后车空间里面很闷热 所以我们现在呢 经过这个会刊以后呢 我们来寻找一个比较适当的方式 是不是有办法来装冷气来做降温 徐东城也进一步强调 受限于暂体建筑空间的现况 也将征询空调专业人士来克服 希望能够有效降低室内温度 提供乘客舒适凉爽的后车环境 记者是玉兰预理采访报道